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跟我一起 catch 大前潮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抓到 什麼樣的一個商機 什麼樣的好商品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最近大家都覺得 我要投資科技股 覺得我就是要蓋牌 然後我要得到最高的一個報酬率 但是其實你的資產配置當中 你應該要有一大塊 放在非常穩健的一些商品當中 其他的部分 你要衝你就跟他拼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說 這個AI其實已經迎來了 iPhone時刻 什麼意思 接下來它就是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所以幾乎你看到很多 這個積極的一個資金 都進到了一個AI相關的概念去 那當然有各種各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鋪天蓋地而來 總體來講 AI的商機將會高達6000億美元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商機了 好 但是這種科技股過去有非常多的經驗 它的起伏非常大 波動也非常大 像之前我們看到了很多 科技股在飆漲的時候 DOT COM的一個風潮 哇這個爆起 然後也暴落 那個心臟要很大 雲霄飛車一般的 就以最近來講 我們看到了在疫情期間 你看到了像是CHED GPT 你看到元宇宙 哇那個股市也都是飛上天 然後好像又頓下地嘛 波動這麼大 你心臟還負荷得了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很重要的是 你的長線布局 其實你應該股債平衡 找到一些平衡式的一些商品 讓你的一些財富呢 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們要今天現場有請 我們的財經專家 朱葉宗老師 有請朱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朱老師 這個科技股 大家當然都很享受 那個乘風破浪的概念 沒錯 但是呢 我們的資產 你還是要有一個安全的 一個馬庫 安全氣囊的概念 對不對 對 尤其台灣投資人 真的很喜歡買 那種很積極的商品 可是我們就不要拉太遠 我們就從2020年以來 是 那個市場真的就是雲霄飛車 你看2020年新冠疫情 還跌到谷底 後來美國告訴你 無限量QE 是不是又衝上去 後來21年又休息 是不是這今年AI又上去了 可是有沒有看到 最近又下來了 所以投資人是想 哎呀 投資真的很困難 好 那當股市不好的時候 你就想要去買債 可是你看 從去年底一直到現在 很多的公司都跟你說 哎呀 生息末生斷了 我可以進去買債 可是債到現在 其實還沒開始 過金沒當 這不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要去做一個股債平衡 是OK的 但是我相信絕大部分投資 你抓不到那個timing 對 對 那既然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假老 你為什麼不交給專家呢 我們需要一個這個 專業的一個團隊 來幫我們做那個股債平衡 他會動態的一個幫你調整 對 那這是什麼 這就是平衡型基金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真的是有夠厲害 這個很厲害 這個在國外 你這個頂竿出名 好不好 全球都出名 是 五星級的一檔 這個富蘭克林的 income fund 這個世界上非常有名 因為他應該是在世界上基金當中 數一數二規模大的 沒有錯 不只數一數二規模大 歷史也非常非常悠久 大家想嘛 基金他要能夠活這麼久 不就在告訴你 他的績效一定是有一定的水準 我們不敢說他最好 但是一定有一定的水準 他才能活這麼久 不然那個基金其實會收掉 你去看其實有些 沒錯嘛 我們就不要說基金 股市上市都會下市 你可以活這麼久 七十五年 大家可能沒有概念 給大家對比一個數字 台灣股市是一九六二年成立的 所以台灣股市只有六十一年 他七十五年 比台股還要再老 這檔這個基金 有一個非常可愛的故事 他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沒有錯 所以他成立時間一九四八年 二次大戰是一九四五年結束 所以富蘭克林真的很有佛心 他說這些退伍的老兵要退休了 總要有一個生活保障 所以他們就發停了這一檔基金 沒想到居然 這個規模會不會嚇死人 七百二十九億美金 好那別的不說 我們剛剛說 他歷史能夠這麼悠久 可以活這麼久 一定有過人之處 我們先看 台灣投資人最喜歡的配息 對比三條線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上面這個顏色最深的 就是這一檔 二十年來的配息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裡是四趴 二十年來 他的配息沒有低過四趴 光這一點就不得了 我們就不要說平均值 光最低都在四趴以上 可是你對比下面兩個 一個美國十年七公在 好 是不是在綠色的這一檔 最下面這檔是同類型 就是平衡型去比較 它都高於其他的商品 投資人有概念的 想說配息不準 我們要看總報酬率 報酬率在這條線 對 如果你說賺了息賠了價差 那也沒有意思 來真的是厲害 有沒有看到這條深藍色的 有沒有看到這條線像什麼 有沒有像拿一隻尺 畫一條斜線 他說如果你在他成立的那天 一九四八年 你就去買一萬美金的話 現在是一千一百萬美金 好 我們給他比較具體的數字 你看七年翻一倍是什麼概念 我們投資裡面有個叫七二法則 指的是用七十二這個數字 除以他的年化報酬率 得到是翻倍的時間 所以我們把它反過來 用七十二去除以翻倍的時間 得到的是不是就年化報酬率 所以你把七十二除以七 得到的是不是 他們就是十 對 意思說他年化報酬率大概有十趴 哇 七十幾年年化報酬率十趴 你告訴我全世界有幾檔基金 你不要說跟平衡型比 你任何類型都抓出來比 超厲害的 但問題是這個是國外的基金 對啊 我們國內想說 聽到這裡 你在流口水了 對 不用擔心 國內有這檔基金的復刻版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到 一樣是一樣是富凱克林 富凱克林坦伯頓的穩定月收益基金 這是復刻版 對 為什麼叫他是復刻版 因為是同樣的基金經理人 同樣的團隊所發行的一檔 其實而且他不是新的 他其實也從一九九九年 就已經成立到現在囉 所以這種基金有好處就是 既然成立二十幾年有績效 所以我們先來看 這檔基金 他怎麼去配置 好 你可以看 大家都很喜歡買科技股 對不對 可是你看科技股 好的時候他當然要買 當不好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調節 那但是你以為這樣子 他就會受到影響嗎 你光看他的規模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最簡單的道理 一定是有一定好的績效 投資人才會買 對 所以你看到他績效 他這個規模可以持續往上 不就在告訴你 基本上一定是OK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給實際的數據 所以你看 一九九九年成立也是一樣 如果你當年丟大概一萬美金進去 對 到現在是三萬兩千多 翻三倍 對這樣子數字 你沒有概念好 但是這樣子算起來 年快報酬率大概是5% 你說剛那個10% 不好意思 一九九九年成立到現在 遇到多少事情 別的不說 兩千年亡不怕破壞 08年的金融海嘯 11年的歐債 更不要說近幾年的一大堆的事情 所以經歷這麼多事情 他的報酬率還有5% 你覺得不好嗎 當然好 那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來 我們剛剛在講 我們當然要知道 他人家是怎麼去配置的 我們剛剛有說 他是平衡型基金 平衡型大家都知道 有股有債 對 所以股的部分 他挑什麼 高股力 重點是 股力要持續成長 你不要買了 尤其台灣投資很喜歡買 所謂高股息的基金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成分股 老是調來調去 因為有些公司今年配很好 明年就配不好 所以對他們說 在選股的時候 我要選股力持續成長的 不是看到一次性 現在很好 明年掉下去怎麼辦 好 那再來就是 當然要去買債 可是注意 他是買 照高債息的高品質債券 到底買了些什麼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更特別的是這一塊 混合資產是什麼東西 一般的平衡型基金 他不會買這個東西叫特別股 可是特別股 有什麼特別 鼓勵優先發放 而且是我事先發行 他的時候我就承諾 譬如說我發行這一檔 我跟你說 我一年要給你一塊錢鼓勵 我一定會給你 可是一般的股票配股 配息有沒有保證 沒有 沒有嘛 所以這個叫配息當中 VIP的概念 對 一定要配給我 而且我今年發不出來 我明年要補給你 好都跑不掉 好 所以他有這個優點 再來就是買股票 大家都會 可是你看他做了一個 特別的策略叫 掩護性買權 也就是說 我今天買了股票 譬如說我舉例好了 我買了一個蘋果的股票 我同時間賣出一個 蘋果股票選擇權的 買權出去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如果懂選擇權的知道 我賣一個選擇權 我得以得到權利金 可是有概念的人 你講說 賣選擇權不就是很風險 很高 萬一一直漲上去 我不就要賠了嗎 對 我剛剛有沒有說什麼 我先買了蘋果的股票 對 如果真的大漲上去 因為我賣一個買權 表示買了這個東西的人 到時候會跟我買蘋果股票 對 我再賣給你就好了嘛 它就是一個 鎖住它的利潤 對 其實我不會因此有虧損 我最多就是大漲的時候 我少賺一點 可是你反過來看 萬一如果蘋果股價跌下來呢 我這個地方就保護它了 對 我保護它 我買 我已經先賣了一個買權 我有多一個權利金 這都是它好處 所以它在把它風險降很低 但是它要維持它的獲利 對 有一些的獲利 所以你看到 就以再來 在這股息股息鼓勵的部分 你看到 其實非投資等級在 它買了29%多 但是整體債就58% 也就是說 大概才一半 重點是投資級 公債等等 這些是不是安全的標的 也買了一半 對 所以整體說起來是不是告訴你 它其實是很安全的 更重要的是 股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的配股裡面 錢三大 金融 生技 科技 其實市場上該有的東西 它其實都有的 所以你看到 整體這樣子的配置 不就在告訴你 它是一個安全考量之餘 還是兼顧它的收益 那你說收益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好 來這是媒體統計的 不是我統計的 這個是目前為止 在國內可以買到境外基金 都是這種穩定的 應該就是以平衡 平衡型基金 國內最多人買的前五檔 是 前五名 有沒有看到 這檔富朗克林 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它這是績效第一名 來 三年累積報酬率 是不是最高 兩年 兩年也是最高 那懂得基金的人 我們會再看一個叫做 夏普值 夏普值指的是說 我在考慮風險之下 我去比報酬率 它也要越高越好 是 所以你看到你從不同的面向 從風險去考量 從報酬率去考量 它都是最好的 所以像這樣子商品 在現在這個市場 混沌不明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你最好的選擇 最好安全氣囊 不過最後我們要看一下 它的一個月配 因為大家很關心說 它是穩定的月配息 那到底呢 我可以配到多少錢 這個也很重要 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年化配息率 你看最近一次 這個是百分之八點一二 對 我們就用最差來說 都還有七趴多 很好 對 而且你看 如果用整體報酬率 我們換算成台幣報酬率 今年到目前為止 有七趴多的報酬率 也是很好的 對 所以其實這個很不錯 對 所以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可以考慮 尤其人家有非常長期的跡象 經過這麼多事情 經得起考驗 投資人不妨多加比較 對 所以要這個 在大家追逐那些高成長 高報酬 風險的股票的同時 其實你真的很需要 把你的資產重新規劃一下 有一些你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那安全的地方 其實它如果可以幫助你 規避風險 然後又幫你有收益的話 像這樣子的一個平衡型的基金 富蘭克林的坦伯頓的一個 穩定月收益基金 或許會是你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非常謝謝朱老師 謝謝大家